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新周刊发表一篇长屏的读者来信 我觉得讲的挺有意思 这可以作为一个论文来研究 诺贝尔文学奖奈保尔祖先是印度人 他写的书一万国度 描述印度人早上起来面对着恒河 一排蹲在那 朝圣的同时排泄 对我也要向大家道歉 讲这些目的是为了让大家少吃一顿午饭 就是说你看人家评论讲了 那情景跟台湾艺人梦光美描述的大陆厕所见闻 倒是颇为类似 上百个白白的屁股排成一排 还此起彼落 俩人面对面聊天 去年北京人艺排了一部叫厕所的话剧 一开场基本上就是梦小姐言论的具象化 虽然远远没有一百个 但是蹲着聊天看书的尽头 堪比现在咖啡馆 同样也可以说在侮辱我们自己 在梦光美道歉之后 我们的回应暴露了真相 如果你不道歉 他们就要求道歉 如果你道歉了 他们却并不接受 认为你不真诚 如果你真诚了 他们也不会原谅 所以他们并不真正关心 内地厕所臭还是不臭 也并不关心谁的描述 是不是真的准确 这是一位长平的 他也是讲很多说 我们那厕所还有问题 其实我觉得 因为我跑中国几回我都跑遍了 我觉得厕所这个文化 怎么就不可以说呢 就屁股多排成平 经常见到 这很正常的事情 何道人当心 真的 你到现在 我那时候我记得 我在上海里弄里找错所 找着错所了 连围墙都没有 你在那小便 旁边的那个就走 走来走去 街上的人就走来走去 那也是国际大都市的现象 对吧 所以我觉得 国美还准备分享点什么吗 不与置评 没上过厕所 一直憋着来 No comment No comment No comment 我跟你说 你提起的这个话题 特别有意思 让我真是浮想连连 最近有一本书 叫疯狂的眼球 达利的自传 意思是达利 达利呢 他描述他的家乡 你看很有意思 在这个说 在这个他的村里 家乡村里 傍晚吃完饭 排分 是村里最重要的大事了 这是论坛时间 这村里讨论问题的时间 关系好的家庭 或者兴趣相同的人 会一边脱裤子 一边讨论他们的想法 乌利的这个 你看你这发现了一个什么问题 所有这些人的问题 问题就是说 我能说 你不能说 是不是 那我就不说了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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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改点话题 要不广美 没话说 广美最近真是 风头很近 还行 李莫愁 而且真的是武林高手 看他们喝到 全场总分第一名了 广美 我跟你说了 我刚录的这几人还没播 你的节目播出的时候 人家还没播出 不能讲 听说这个节目 现在收拾火的 说接近春季 中央台春节晚会 就明星 我看了 刚才广美给我看一段 你看 光美基本上是美人春睡 一开始一条大腿 甭家伙起来 然后就 人家那是有意境的 你别讲得这么粗俗 对 我觉得真是 你总分应该给你打第一 你跟其他那些比 你又知道 其他那些 也不错 也不错 咱们分享一下 咱们看看广美这照片 你瞧 这个绝对是错 广美 我跟你说 我倒不是担心你 我担心这光头 你怎么能甩得起来 徐景江 她是那天的参赛者 然后因为我一直有很痛苦的一件事情 你看她那表情 你看广美什么表情 像是要给打劫了 我觉得像尚维亚了 哎 这个是我的真正的舞伴 你看这个记者 他往哪拍 做好打底工作了吗 广美 咱们再看 某香港女明星 这知道是谁吗 说什么阿萨 然后再看 好厉害 各成期 谢小冬 这咱何岛都看过 再看下边的 这个画面 也是某女明星 还有吗 还有吗 我们官知不足 就剩咱们了 我还真看了两期 是吗 对 我还真看两期 有意思吗 我觉得还挺好看的 因为那些演员都特认真 因为我看他们排练训练的 因为他节目前面有很多 介绍什么的 然后有些我还真吃惊 还真跳得不错 以前认识 不知道能跳舞 怎么三天就能学这么好 光美跟我们讲讲 那里面有什么好玩的事 其实只有一个苦字而已 真的就是一个苦字 没有别的了 那为什么能给你 外国来的教练裁判 能给你打9.9分 我觉得 你又提这个事情 人家还没播出 还没播呢 这个 是吗 我们先播 沾点便宜 试点 这样子讲吧 因为那天 那个老外评审 他是真的是 就是听说是在国际间 是最顶级的 顶级的国际裁判 那他给了我将近满分 我觉得 你整体的演出 让他觉得很感动 他并不是说 哇 你的舞技有多么高超 你知道我听他们跟我说 我没看着啊 说那个评审 毒蛇评审 说那个台湾的那个 黄品源 说黄品源 居然你这当场 跟他说什么 说你 我怀疑你跳舞的时候 是不是一个男人 当时说黄品源 尴尬的那个脸呢 是 打翻了 我也觉得那个 那个评审有时候说话 是非常直接的 那个这么说 你比如说有万一有什么很多的粉丝 你这么说 这肯定不行 而且啊 这个他却为什么说是好啊 他看点非常多 你看就比如说有的女明星 这个内裤 那不叫内裤 那叫武裤是吧 但跟内裤一样的武裤 是吧 因为他专选的 你知道吗 他不跳别的 他拉丁这种范儿的国标啊 什么的 他就是这样 只穿的就是那衣服 然后呢 说是某个女明星 就人家讲说漏底之类的事 那女明星说 人家还特意穿上了安全裤 但是没想到 现在这个安全裤啊 一点都不安全 我那天觉得这话很经典 我抄在我本子上 可是做节目之前 我一看我发现我抄错了 这反映我的内心 我抄成什么的 人家戴上了安全套 可是现在安全套不安全 安全套不安全 真的不安全 最近有个这个防爱资的人就说呀 安全套也不安全 这不是很久以前就这么说了吗 王亥还在我们节目里说了 说了很多词 说你带两层也没用 也没用 对 光美这方面有体会了 对 你说这个武林的这些人啊 你说这些演员 他们为什么要参加 这个我是看 第一次看的时候 我就在想这个事 他们是觉得是这个事情 是一个很好玩的事 还是 我想不太清楚 他们的这个目的 我不晓得 你们觉得这些人什么目的 就不知道 我觉得他觉得好玩 你什么目的 我不晓得别人目的是什么 但是我的目的 我跟你讲 就是从他们邀请我 正式发出的邀请函 到我去参加 其实前后经历了两个月的时间 这两个月的时间我在干嘛呢 我每天都在挣扎 挣扎来挣扎去挣扎 为了上厕所的问题挣扎 这么长时间 两个月的时间 为什么呢 因为我自己本身是一个 手脚协调性特别差的人 而且我身高一米七八 就是个儿高的人 本来就不是很适合跳舞 尤其是国标舞 虽然我们占了一定的优势 所谓的站出去就很好看 但你光好看没有用 你好看 你就做些可能模特儿的工作 是好看 但是跳起舞来不一定会好看 所以我就一直挣扎 觉得说我该去吗 我该去吗 我该去吗 到最后自己是觉得 有一点点被赶鸭子上架 但是心里还是觉得说 对孟广美 你应该要去做一些 你不能够 狮子老挑软的吃 这个容易做 上来跟多伦涛聊一聊天 又有车马费可以拿 对我来讲 如果不是透过他们 我想孟广美一辈子 不会知道 原来自己可以跳国标 那很多人就终于知道 自己原来不能跳舞 比如说像我 我比你们出丑还早呢 凤凰选美的时候就让我跳 我跟你说 我这就体会到了 你说你不协调啊 我也发现我这个人没有节奏感 这个遗传回去问问我 那你应该跳轮吧 我没有节奏感 跳舞啊 最重要的 你得能听到音乐的点 我发现这方面我是零 我是零 但是怎么办呢 跳 他们让我跳 那些跳呗 跳 然后我们的公司有一个跳过舞的 你知道我当时靠拿什么壮胆 我说喝酒 我喝酒 反正我喝壮胆 后来他就给我说了句行话 他说这样 你啊 别喝 你你这个喝了酒啊 脚跟发虚 脚跟发软 这我有体会 脚跟发软 你知道 有时候主持节目甚至还喝酒呢 说话确实就爱爱说嘛 然后呢 我终于临上台之前 我在后台吓得我哆嗦 因为他们你们跳的是什么拉丁王子啊 我跳的是一东南亚某国的一个小国王 但是给我找的衣服是北洋军阀的军装 好 我这紧张 我说我不敢 我不敢上去 你知道吗 我后台不敢上去 最后我就把从那个酒店房间偷的那个小酒板 我拿了好几个 我咚咚咚咚咚 我就喝了吧 上去 我就发现他们都说我在台阶上不是绊了一脚吗 滑步 滑步 我跟你说 不是彩空了 就真是脚喝了酒啊 脚跟发软 就噶当一下 发虚 跳的怎么样呢 跳的怎么样呢 出丑 你知道这人最尴尬的 所以我就说 你以为出丑是为了让大家笑一下 但是你要知道喜剧是最难的 不是说你出个丑 人家就会笑的 最尴尬 丑出了大丑问题 全场几十万 不是没几十万 上几千个观众 漠然没有表情的就看见你在这儿来了一个滑步 又一个滑步 但是你得把它进行完 好家伙 所以这武林大会 度日如年 我有体会 咱们先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光美啊 你挣扎的时候 你不怕出丑吗 所以你刚才讲的那个 你你去表演之前喝酒的那个那个感觉 其实我非常有有有体会的 因为在场上的时候呢 你那种无助跟孤独 你不会知道 你不会知道 没人帮你 你不会知道 你会即将发生什么事情 因为我记性特别差 所以那个三分半钟的舞步 我很有可能 你只要忘掉一个拍子 就就会那个 所以我还记得我 我三天前在做前一场比赛的时候 那要上场之前 我的精神 已经几乎接近要崩溃的那种感觉 我穿了一身美美的舞衣 我真的是我坐在地上 因为太多人 豪潮那边哗啦哗啦 大家兴奋的不得了 记者不断的采访 我一个人躲到沙发后面 坐在地上 那眼泪是就即将要夺框而出 我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 我那个时候会变得那么虚弱 那个真的就在一瞬间 我有可能就精神崩溃 再一个就是会忽然就 天呐 这五年大会 可能再带来精神病问题 我真的 我真的觉得 我就要不行了 但是那没有逃脱的可能性 没有 完全没有 主观念是没有退路 是 重点就是没有退路 背水一战 这就是 就是伸头一刀 缩头一刀的感觉 后来上了台呢 那时候上台之前 他们跟我讲说 你就想着方俊老师 陈昭老师就是我们的艺术总监 跟他们我们的总指导 赶快赴我的身吧 赶快赴我的身吧 然后上去之后就觉得说 你不能管那么多了 一上去就 因为 三分钟不到的舞 我的舞伴把我 脱举了四次 然后转圈 在天上转 在地上打转 然后我自己一个人 单脚转 双脚转 一共转了22圈 178厘米的一个物体 对啊 然后我的舞伴还没有我高 跟我差不多重 他真的太神了 但是你知道吗 四两拨千斤 我们在 我们在 我们在彩排的时候 不能说彩排 我们在练习的时候 其他艺人在你旁边练习 大家都是互相的 瞄来瞄去 瞄来瞄去 看看大家互相怎么样 然后等到正式彩排的时候 台下没有观众 虽然你有灯光 有那个感觉 但是你也是觉得 还是很孤独的 等到正式的那一刹那的时候 台下坐满了人 拿着你的名字的那个 那个那个牌子 光美光美 我爱你 然后忽然之间 你开始跳的时候 就是忽然之间 你听到很多人 跳到一半的时候 在空中旋转的时候 听到掌声响起来 对 那种感觉 有人在鼓掌吗 是为我鼓掌 还是为这小个鼓掌吗 我跟你说 这个跳舞啊 我的体会 从此之后 我不崇拜这个用脑子的 我崇拜练身体的 那玩真的难 那个动物 你让我 你说 你甭说跳舞了 我跟你讲 像我们这个从来不在台前出现的人 很少 做导演的 我们走红地毯 我都紧张 没错 你知道吧 我每次一般 那个红地毯开走的时候 那个地方有红酒或者香槟 我肯定是光光光 现在闷两杯酒 我才开始出去 那这是害羞 不是 而且要不然你觉得你不会笑的 而且你一跳 你比如说跳舞 我为什么说你不错 范儿不错 人家跳舞都跟我讲了 咱过去不知道 你不然你做个动作 欲左先右 你知道吗 欲上先下 你比如说我跳那个 人家就告诉我 你比如说你要做一个这个动作 你不能这么做 人家跳舞的 我跳舞的 起份 啪 得有范儿 这就欲左 先回去 啪一下 你知道吗 先得起范儿 不过这个东西 一般人讲 说推己及人 我最喜欢推人及己 就是说我看见你们在那儿出丑 也不是出丑 光光光光光 光美不错 我看他们在那儿露底 我就在想 如果是我的话 我肯定不去 但是我又在想 我为什么不去 于是我得到了一个哲理 我就发现 马克思是要学的 你知道马克思了 当然知道 马克思是非常深刻的 经济基础 决定了人的这个行为 生产力 什么是决定生产关系 就是说 我为什么可以不去 你比如说对于艺人来说 他需要保持知名度 需要保持曝光度 你知道 你像香港有的艺人 人家说 俩月你不上娱乐版 谁找你演戏 但是我为什么可以不去 我告诉你 因为我是拿工资的 因为我饭碗 谋生方式 我就背靠大树好乘凉 你知道吗 我是拿年薪的 所以我可以保持我的低调 所以你包括外边走什么学 我为什么能够 我想去就去 我不想去就不去 这个我觉得 这得感谢凤凰 你说这个有点道理 因为我想 因为有很多明星 他们的曝光率是被广告公司统计的 是吗 他们统计的 因为他有他的要拍广告 他有一个他的价位 是吧 他的这个 所以你的报告媒体的曝光率 都是有统计的 没错 你发现没有一般电视台的 你会不会说中央台的凤凰的 大部分的主持人 他一般他可以比较低调 他在外边也不挑事 也不炒作 他可以 因为拿固定工资的人 看了保持 我没有拿固定工资 我就出去挑事了 是吧 谁那天挑那事出来 这样我怎么说呢 这位是个体户 你那么个体户 我还是说推人积极 我假想我自己 有一招 要是凤凰把我炒了 我跟你说 我对我的这个所谓人品人格 现在发生怀疑 是个谋生方式的问题 你比如说我一想 他把我炒了 我下个月就得找工作 谁找我 谁知道我 于是 你把我这人惊喜 我都打算好了 如果他把我炒了 你知道我怎么办吗 怎么办 我就跟现代的为人不一样 我首先在全国几大主要报纸上 我买半个版的广告 就公布 我 邓文涛现年40岁 学历大学本科 离开了凤凰卫视 主持过17年的节目 甭管好坏 反正你能说得上来的 我都做过 现在成品工作 饥寒交迫 是吧 否则就会像洪峰一样 沿街乞讨 这个事不是说真的广告 而是你看这个话题 是不是会炒作起来 要是这波还不灵的话 我估计再过两礼拜 我再出一招 想好了 脆路想好了 都想好了 没错 再出一招 开新闻发布会 就开始讲 为什么我要离开凤凰 这个里头 他有黑幕 这家伙 你看 这不是火了吗 要是还不火 我还有一招 出自转 不是 不是 出自转 那时候没人买 我还有一招 我找几个认识的记者 我找几个认识的记者 让他们放风 这个话题接着做下去 说为什么都能离开凤凰呢 其实是生活作风问题 或者说据传 是生活作风问题 跟台内某位女主持 怎么怎么的 怎么的 不是吧 你说这样 我是不是 我就有办法 你可以冒名写写冒别人的名写博客 就像有人说冒你的名写写你 我估计这三招使下来 结果是什么 即便没人找我工作 凤凰也得出面 把我收回 赶快回来 别在外面现眼了 是不是 我讲这故事有哲理吧 所以这个就是人 我觉得你现在已经 基本上在发一封黑寒给公司了 没有 我怀疑你是通过这个节目 最近是不是有问题 你通过这节目要告诉公司 不要出现这种状况 别让我出现的时候说这事吧 我就是告诉我 人人都得想退路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所以我现在觉得凤凰真是好 我现在就感谢他 就是说背靠大树好乘凉 真的 而且我就觉得他给我的工资 特别的绝 你知道他觉得一什么程度 就是他资本家能怎么控制你 我告诉你 不能让你挣钱太多了 太多了 你几年下来 囤积下来 你就有了本可以离开他了 对吗 但是呢 老板可以去登报 没错 但是太少了 你也不满意吗 你就走了 他给我这钱 刚刚好让我觉得日子小日子过得还行 可是呢 一离了开下顿就接不开锅了 那这个线 下顿也就断顿了 这个线是多少了 啊 就学下这老板怎么落的 老板 这个底线是多少 能够控制的这么好 这次不 反正听说好像给广美给的多 比我多 你不知道 我不是编制内 我可没有 我没有那个 没有年薪的 我没有 我没有薪水的 我只有拿车马费 连我买机票都不够 不准发牢骚 不准发牢骚 我就说 那就是证明了 我讲的道理了 我们叫 我是雇员 你看 我就不用在外头社会上去 去五菱大会 你是议员 个体户 你知道吗 这个得自己经营自己了 自己炒作自己 我 我 我就是 找我自己想 我去搞种种的事情 总是为了 也是一个饭碗 对吗 你知道人家有人说 你们这叫神丑吗 为什么 当然你9点9分 但是很多人 留给观众的感觉 是说好像出丑了 或者怎么着了 我在现场看到大部分的画面 就是说 因为你已经投入那个意境 你看到是那个整体的感觉 灯光舞美 加上他表演 还有他的舞步什么东西 但是你要想到说 很多照片出来 像刚才你们 接下来那有一些照片 都是那种 呀 歪嘴 斜眼 要不就是露底裤的 露屁股的 所以 我觉得这个是大家喜欢 去报道的东西 他喜欢朝那个方向走 那一些美好的 美好的那种陶醉的画面 你又怎么不拍呢 而且呀 是当真的 这给大家也不理解 就哭啊 你现在觉得吗 都在那哭 你知道吗 就是PK PK不上 真情 哭 真想哭 有的观众就不明白 说你们 不就是出席个娱乐节目 那对你们来说 就是发个通告 那个不是单纯的 出席娱乐节目 那个就是 艺人版的超级女生 就前面 那个就是艺人版的 超级女生 哪一个艺人 曾经是那种 还那种被人PK过 你不要讲别人 现在我们俩在这 何导演说 来我来PK你们两个 让你们两个人 比个高下 万一你输了 万一